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我是党校高校广大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势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 主场活动将在汕头举办 我是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南澳岛入选自然资源部和美海岛候选名单 增丰宝带队赴朝阳区检查指导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 并调研百千万工程 强调要高站位优化基层服务 大力度推进振兴发展 市安委会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对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 金平区对餐饮企业开展用气安全检查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6月6号星期二农历4月19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6月2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我是党校高校广大教育工作者中 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势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文化远远流长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他指出 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 包容性 和平性 是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大家认为 总书记提出的五个突出特性 是对中华文明的精准画像 指引我们要更加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这次呢 学习了有很大的收获 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启示 我们都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四个字性 因为四个字性提出来之后呢 它其实是建立我们一整套软实力 它里面包括制度啊 道路啊 理论啊 这些呢 都是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里面 它必备的一个内容之一 所以呢 你要真正实现伟大复兴 最后你一定必须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上 所以呢 一定要提文化自信 这次座堂会里面呢 他讲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属性 我认为呢 这就是一个文化自信里面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要求 深刻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思想精华鲜明特质 进一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根基和命脉的时代价值 专家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为汕头在弘扬潮汕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的道路上指明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做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 为做好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保护好 传承好 红颜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作为就义工作者与地方文化研究者 我是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高校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当代大学生肩负着传承 我国优秀文化的重任 在教育教学中 将优秀传承文化融进课程教学 融进美与教育 积极推动非一进校园 我们是择无盘待 汕头素有海滨周鲁之美称 文化远远流长 多姿多彩 特别是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家表示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 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项战略部署 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利用新技术搭建新平台 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注入新动能 要真正学好弄好 然后做好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在里面 要去做我们上头该做的事 比如说我们哪一些东西 是我们上头应该保护的 比如说我们的文物啊 我们的小公园啊 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然后在保护的基础上 我们怎么做到创新 它有没有统一性 有没有兼容性 它有没有和平性 让大学生多方位感受民俗文化之美 体验民俗文化之魂 坚定文化自信 我们有义务使其传承发展 并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 作为地方文化研究者 我们又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让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以新使命新单单要求自己 奋发有为 助力上头高质量发展 为这次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积极研究推广传承 抢救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推动构建具有潮汕特色的 非移保护传承体系 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往潮汕非物质文化遗产 活起来 推进潮汕非物质文化 创作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 即全国海洋宣传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为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今年世界海洋日 即全国海洋宣传日 主场活动将在汕头举办 将充分展示汕头 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经济发展成效 汕头依海而立 向海而兴 在推进海洋生态环境建设中 我是注重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 在汕头南澳岛周边海域 生活者频频登上热搜的中华白海豚 以及绿海龟 中国后 鹦鹉螺等珍稀海洋生物 而南澳岛还是沿路 鹤翅燕鸥 黑插尾海燕等珍稀海后鸟的必经之地 日前 自然资源部公布33个 河美海岛候选名单 汕头南澳岛榜上有名 漫步在南澳岛金澳湾的 滨海战道上 吹着海风 看海天一色 非常的惬意舒服 沿路的整一个文化广场 广海平台 以及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 是给我们游客打造了一个 非常舒适的广海空间 而像这样的一种广海体验 在南澳岛是随处可见 在一些光海平台上 你可以和白鹿来一场邂逅 运气好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海豚嬉戏 可以让人感受到 这座河美海岛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美 作为广东省唯一的海岛县 近年来 南澳县通过开展 河美海岛创建示范工作 促进海岛地区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 绿色低碳发展 逐步形成岛绿 贪静 水清 雾风的 人岛和谐 和美新格局 很多朋友都 开修节礼嘛 我们就过来了 这我来说 原生态够好 但这个博物都很好的 我对南澳的了解是 就是有很多好吃的海鲜 然后这个海岸线 非常的美丽 这边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比较原生态吧 就是到处看都非常的好看 就特别美 汕头是北回归线上 一座间距森林 湿地 海洋 三大生态系统的海滨城市 也是生物多样性 非常丰富的地区 而南澳岛更是宝藏无数 近年来 被称为海洋环境探测精灵的 中华白海豚 频繁光临南澳岛附近海域 是汕头水生态环境 优良的最好体现 地处南澳岛东南方的 南澳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越东第一个国家级 海洋自然保护区 2015年被列入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目前已发现海洋生物 1308种 772种主要经济鱼类 虾蟹类 贝类 藻类 在这里繁衍生息 大家比较关注的 可能就是一些海豚 这是在一些 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华白海豚 这个叫我们南澳岛 南澳岛这附近海域 经常发现过 然后它现在的种群数量 是大概能够确认是13头 这种海洋生物 比较有灵性 它也是海洋环境 这边的一个活指标 因为只有我们这边的海洋环境 生态环境比较好 它仍然会在这里 我们这边作为一个栖息地 在我们这边还眼生存 而由分布于南澳主岛外 22个岛屿组成的 广东南澳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 则有海鸟王国之称 在候鸟聚集的高峰期 保护区核心区 可见成千上万的海洋类候鸟 2019年 保护区被评为 广东省十家官鸟胜地 如今 这里不仅是广东省唯一 以候鸟及其栖息环境 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保护区 也是中国乃至国际研究候鸟的基地之一 据最新的调查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保护区 一年四季停留的鸟类达到了116种 特别是我们国家一级鸟类达到了6种 国家二级鸟类达到了17种 广东省重点达到了28种 近年来南澳县高标准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逐步形成上下联动海陆统筹 全岛共制的湾区综合治理模式 有效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推动人海和谐发展 建立健全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长效机制 如今的南澳岛 水清滩境 渔欧祥及人海和谐 随着南澳生态景观建设再上档次 近岛游客数量和全线旅游综合收入连年增长 我觉得在这个保护方面的话 这几年我觉得做的都相当蛮不错的 生态保护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包括旅客也好 包括当地也许当地人 也许这边有当地人也好 我觉得要有这种意识 需要去保护环境 我现在南澳岛整个岛都环游了 我觉得不要原生态吧 我看你们本地这里也有一个整治的一个方案 如果你环境好 大自然的生物什么的 就会愿意在这里栖栖啊 或各种各样的就在这里生活 对生存 6月5号 市长曾风宝带对付朝阳区 检查指导文明城市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副审 生活垃圾分类等工作 并要研百姓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强调各级各部门 要深入贯置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 厚执百姓情怀 加大力度 抓实抓细抓好文明城市创建 常态化做好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大力提升环境品质 全面落实百姓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部署要求 加快推进振兴发展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曾风宝一行来到金造镇镜头村 实地查看村里小公园 村道和党群服务中心 农家书屋等处 对这里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 提高广大群众的文明认同感 参与感和获得感 主推文明创建体制升级 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 要进一步夯实文明实践群众基础 为群众开展文明实践 和享受志愿服务提供便利 真正做到贴近群众 服务群众 汇集群众 让这里成为老百姓喜欢来 经常来的地方 村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 恕老百姓情怀 杜绝衙门作风 多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党员干部要示范引领 继续结合文明创建工作 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让垃圾分类新风尚深入人心 蔚然成风 共同努力营造整洁优美环境 为我市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做出应有贡献 在金造镇尽头村 增丰宝一行还实地调研 朝阳区粮食储备仓库的建设和运营情况 他强调 粮食储备仓库要加强日常管理 保质保量 切实把好粮食安全观 新建项目要做好应对地质灾害的措施 确保施工安全 在实地调研深圳原建的金造镇 东里农贸综合体项目时 曾丰宝要求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 加强环境的绿化美化 更好服务周边群众 在桂宇镇华美社区 曾丰宝听取桂宇镇百千万工程情况汇报 强调要把纺织服装这一特色传统产业做大做强 助推经济加快发展 他还实地调研华美社区老债村道修缮 及老错立面修复项目 指出要保护好修缮好历史建筑 充分挖掘标志性建筑的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 更好留住历史印记 要丰富地方特色文化建设和服务内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要因地质疑优化绿化美化 建设美丽新农村 昨天上午7点40分左右 市区龙眼南路一家快餐店发生一起煤气瓶闪爆事件 事发之后 我是迅速开展处置救援工作 紧接着 对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再推进 闪爆瞬间 威力巨大 快餐店店面拉闸门被爆开 二楼外墙装饰全部被掀翻 同时波及临近及马路对面的多家商户 这家水果店虽然距离事发地点近百米 但门口的吊顶装事件也已变形一味 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六人受伤 事发后 公安应急管理 消防120急救等部门迅速前往处置救援 受伤人员第一时间送医院治疗 六月六号上午 市安委会召开全市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精神 按照省市主要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要求 深刻吸取近期多取事故教训 对全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推进 确保全市安全形势保持平稳 市委常委副市长许洪华 组织会议并讲话 会上针对近期发生的多起安全事故 金平区就深刻吸取教训 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 市应急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 市住建局 也通报了近期全市安全生产 消防工作城镇燃气整体形势 并提出相关意见和措施 会议指出 全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进一步认清当前安全防范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始终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 坚持全市一盘起响应机制 认真开展自我排查 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多发频发势头 要深刻吸取近期多起事故教训 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进一步强化城镇燃气安全 火灾建设工程的安全防范工作 要围绕当前安全生产防范形势特点 举一反三 狠抓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 扎实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注重做好高温天气和防溺水安全防范工作 切实维护好我市社会大局的安全稳定 要以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为抓手 全力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 向事前预防转型 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会议设市主会场 各区县设分会场收看收听会议 昨天下午 市住建局召开全市城镇燃气安全整治工作视频会议 部署开展全市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重点对餐饮场所安装使用燃气安全装置的情况 进行再排查再整治 今天下午 市住建局 精品区住建局 组织精品区应急 城管 市监 消防救援等部门 对精品区餐饮企业开展用气安全检查 市纪委监委 驻市住建局 纪检监察组派员参加 这条管第一个太长 第二个这条管是橡胶软管 要把它换成波纹管 这个瓶不能够离这么远 不能离远 我以为是那个太制了 不行不行 这个瓶不能够离太远 你这个太长的话 这个空气不安全 这个不行 这个要加装一个自动切断法 就是说你还有那个氧气报警 一报警的话 它这里有会自动切断 在京原路一裹面餐饮店 检查人员发现存在燃气管使用不规范 报警装置未达安全要求等问题 当场则令其立即整改 待复检合格后再恢复营业 刚才说的这些要整改的东西 我们全部都要规整全部去改掉 做其他什么行业都好 都要安全规范最主要 沿街另一家餐饮店 经检查燃气使用符合规范 报警装置切断阀符合安装标准 而在这家经营海南鸡饭的餐饮店 检测人员手中的漏气报警器 一接近燃气瓶口 马上滴滴作响 说明阀口存在漏气现象 这个地方呢就是它装了三通 这个是不允许的 一个气瓶然后它再出来之后呢 它分成两路 它分成两路呢 去供应那两个气炉 容易产生这个增加这个漏气的可能性 焦管也已经老是老化了 这个是退色 这个是波纹 这个是普通焦管 那这个焦管也不对 对对对 这个焦管都应该换掉的 这些是退色了 这些都被变硬了 这个电线现在属于安全隐患比较大 所以要求它停液整顿 停液整顿停止供气 把这些气瓶 我们通知氧气单位成长企业收抖 就是要它立即落实整改 确实是很怕的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把它就把它搞好 行动中 消防部门也对各餐饮店的消防设备进行检查 所以它的那个使用期限有过期了 或者是你看这个地方它的压力表 如果它不在 不在那个绿色的 不在绿色的范围内的 就不行了 你就要去充气或者去 检查 检验合格期内合格的钢瓶才可以使用 要装一个氧气泄漏报警上次 再加装一个自动切断法 就是说氧气一旦发生泄漏 报警装置一旦报警的话 它会自动切断这个氧气的泄漏点 确保这个安全 所以就能够确保说 这个空间里面 不会迅速的产生氧气 煤气的那个迅速的聚集 不会有这个赏报 给它一个赏报的条件 接下来 金平区将进一步压实供器企业主体责任 加强执法巡查 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开展安全教育 营造安全宣传氛围 市住建局也将结合安全生产月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对全市六区一线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情况 开展综合督导 严查餐饮场所 灶瓶管阀安装情况 以及气瓶存放场所和周边环境 突出检查瓶装器燃气管道使用端安全 督促餐饮重点场所 换装带自动切断功能的燃气报警装置 对未安装或未正确安装使用燃气报警装置的 坚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督促燃气企业按谁供器谁负责 谁送器谁安装的原则 逐一确认餐饮燃气泄露 报警装置 6月5号上午 市双拥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爱国佣军促进会向祝善某部队捐赠11座电动服务车辆5辆 并在部队营区举行捐赠仪式 电动服务车将服务部队日常战备训练保障需求 近年来市双拥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爱国佣军促进会与部队建立起常态化走访机制 及时了解部队需求 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投身双拥工作 为助扇部队解决建设和战备训练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推动社会化佣军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支持部队练兵备战 近日 团市委是教育局 是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是少工委 在青少年活动中心 举行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扇头市第十届少年儿童美术书法摄影 撰刻作文创作大赛颁奖仪式 比赛从3800多份作品中 评出一二三等奖优秀奖 进一步引导全市广大少年儿童 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志成才 报效祖国 今天的汕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您可以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 视频号 各位观众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